欢迎收看小熊老师 佩颖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来看看 有关于 指数函数 不等式跟函数图形 去做结合的这样子的问题 来看看这个问题 他说A -3分之一次 B-3分之一次 C-3分之一次 D-3分之一次 还有1啊这样子 如果顺序大小排起来是这样的话 那A B C D 到底谁比较大呢 那我们可以想像 这是四条 不一样的函数图形 然后 他们都-3分之一次 -3分之一次会出现在那个 平面坐标的左侧 左侧对不对 X等于-3分之一次带进去嘛 好 然后你仔细看喔 如果我在左侧 然后我的那个 底数如果大于1 那我们是会从下面往上走 我就画一条吧 等一下就看那个 哪一个要就送给他 就当做是他的 如果今天底数大于1的话 是不是会 这样子 那结果-3分之一次的话 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那这个值应该要比1小 换句话说 A跟B其实是 底数比较大的 大于1的 那C跟D呢 他们之所以-3分之一次 结果是超过1 代表他们是怎么样 底数小于1的 这样子就可以 就感觉到 好像快要讨论出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假设这个是A的吧 既然说这个A跟B是 是长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这一条叫做 这个Y等于AX2 然后呢我们补一下这个-3分之1 假设在这里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会觉得-3分之1 应该很贴近Y轴 但是画得太挤就不好了 所以放这里-3分之1 好 然后呢 他说啊 B的-3分之1次 他的那个Y值 比他更上面 他的点比他更上面 那比他更上面 重点来咯 这一些函数图形 全部都要过 01 所以他如果比他更上面 假如说在这里好了 那就他还要过01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是怎么样 比较缓的哦 那比较缓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说为什么会比较缓 因为他的 这个底数比较小 越 越陡 底数越大的越陡 底数越小的越缓 对不对 越接近1 越缓 是不是这样子 1的时候在这边的话 那C的-3分之1次是会大过1的 也就是说C的函数图形 在过这个X等于-3分之1的时候 位置是高过1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低的话呢 低就更高 更高就这一条 那刚才讨论啊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A跟B比1大 而且怎么样 A会比B大哦 B比A小 所以他才会比较缓嘛 所以 这个A大于B 大于1 然后 再来换 换C还是换D啊 如果你 这个比较不容易判断的话 你可以稍微先把它翻到左边去 对不对 如果是比较 因为我们看出来D这条比较陡嘛 如果他是往这一边去的 然后他比较陡的 那是底数要大 对不对 就是说 3的X次比2的X次陡 4的X次更陡 这样子 那结果他 怎么样 左边翻 右边翻到左边嘛 以Y为轴左右对调 是X以-X取代 那我们前面讨论过很多 其实这样就变成 那个倒数 就是 从某个数字的X次 变成他的分之一 的X次 对不对 所以说你 原本越陡 比如说 4的X 4的X 4的X大 翻到左边来的话 就变成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你就会发现 在左边这两条 越陡的这一条 其实是越小的 因为他是越大的数字分之一 所以 D比较小 这样可以吗 再来看到下面这一题 2的A分之一次 他说等于3的B分之一次 等于3分之1的C分之一次 等于4分之1的D分之一次 如果等于π分之1的话 以下正确的有 这样子 那这一题要怎么做呢 那当然这种题目 不会只有一种做法 我们上面这一题也 一定有别的人 有不同的做法 那 你也可以从 如果你后面学了LOG的话 你也可以从LOG的角度来看 可能搞不好 会很快的解开 也不用做图 那但是就是说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带大家去 体验一下这些图 长什么样子 因为也许下一次 你在看到的题目 就不是这一题 可是他还是想要用利用 类似的方式去讨论 那你就知道有这样子的讨论方式 所以像这一题的话 我个人会这么做 我说我去画这个 YA等于2的X次 再去画这个3的X次 再去画这个3的X次 那3的X次 我们就要画的跟这个3的X次 就是略对称 然后再画这个4分之1的 哇更陡 更陡 它们会等于1 那怎么处理呢 这个算出来的只是Y值 对不对 就是Y值 Y值 Y值 这是X 对 这个指数函数 X在指数 算出来的是Y值 所以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条线 这条线叫做 x 所以我现在有一条线 这条线叫做 Y 等于 1 Pi分之一 你看我画这个1 在1的下面 那是因为我已经解过这一题了 就是说这个π是3.1是15926多嘛 它3点多嘛 所以它的导数是1.3比1.3更小一点 那所以说它会比1小 那你只要画在1下面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要画得很准啦 那这个时候 所以说这几条线跟它的焦点 就会是说他们这个东西算出来是π分之一的时候 它的x值呢就是 就是这个 我们的a是2的这个对不对 的x值 所以这个点你现在看到这个点是1分之1 可以吗 然后这个点就是 我刚刚这是红的 1分之1 然后这个点是1分之1 4的是1分之1 然后 这是1分之1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 就是说 1分之1 小于1分之1 小于0 小于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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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全部取导数呢 全部取导数的话 同号的部分会 那个大小会对调 可是正的还是正的 负的还是负的 所以它会变成是 b小于a 但是还是小于0 然后小于c小于d 这样子 来看一下这个问题都问些什么 他说abcd里面a最小 不对 c小于d 对 所以 这个有 c大于1 这个刚才没讨论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以 这个1分之1的几次 会变1分之1呢 那注意一下 1分之1本身小于1 因为1分之1小于1 所以它会越乘越小 所以它会越乘越小 好你今天如果是写 为自己写这个算式 你要让自己回来 看完看得懂吗 那你其实不妨写中文 它会越乘 越小 那结果 这个π分之1 它是小于1分之1 所以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呢 我们就知道说 1分之1一定要乘超过一次 才会乘到变π分之1 就好像1分之1也是越乘越小 那1分之1如果要变成1分之1呢 要两次 对不对 那1分之1要变成1分之1呢 一定也是要超过一次 因为它越乘越小嘛 所以你要变成比自己小的 你是乘超过一次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1分之1一定是比1大的 所以反过来说 c是比1小的 那所以这个是错的 然后 a大于0 a是小于0 这是错的 然后a乘b大于0 ab同化就是对的 答案是2跟5 我讲没记错的话 这题也是指考题 但它有可能是模拟考题 像这种题目就是 学测或指考的最爱 就是五个选项里面有两个是比较容易直接看出答案的 那有一两个是要稍微的认真的算一下 才会比较容易有答案的 好 那我们来看这题 我们那个时候学多项式的问题 我们就是说画一条线 把所有的折点点上去 然后看 那个大于哪一个 大于等于哪一个 这样子 之所以可以这样看的原因 是因为一次的多项式是 就是我们把它多分成一次式嘛 因式分解成一次式 因为一次式是 就是它具有这个地增或地减的特色 那指数函数也有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 总之先取得折点 先取得这个等 关号里等于0的时候的x值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关号里等于0的话 x是2 这是0 这个是-1 这个横正 横正可以直接移除 在我们讨论 不等4的时候 那个大于小于等于0的时候 所以取得三个折点 我们现在再来 这个说明它 如果x比2大 如果x比2大 他的那个7的x次就比49大 正的 那比2大就比0大嘛 所以5的x次一定比1大 那比2大就比-1大 所以3的x次比3分之1大 所以如果x比2大 就会正正正的 正 如果x比2大 比2小但是比0大 就会导致7的x次比49小 所以这个负 但是它比0大 所以这两个都会正 所以就正正负得负 对不对 我后面应该不用再解释了 就是我们在第一册第二章说明过 那在这里就是说明说 这个式子虽然是一个指数函数的式子 而不是像我们第一册说 x加3x-2 但是做法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它们都同样具有 地增函数的特色 地增函数的特色 就是说我的x越大的话 这里就越大 这样子的这个特色 好的 所以最后我们的范围是 有等号 有等号 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们这样刻上到这里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